成功造就阿杜、JJ林俊杰、百兔的巨星摇篮、海螺胜林的非常歌手训练班 2011年正式再次招生并于5月18号召开了记者会 有别于以往的训练班 第三届的非常歌手训练班的选员将由黄金制作团队 David Kuhn、林宇忠、黄威尔、李志青、汤小康以及张国祥的护航 打造10万令吉EP,让已经逐渐参与演唱戏剧主题曲、偶像剧、MV以及广告演出的前学员们都羡慕不已 而这些师兄师姐也分享了他们参与训练班的经验 大家好,我是海螺胜林第二届配唱歌手训练班的学员 然后我是主连也是第二届的学员 海螺胜林配唱歌手是一个很好的品牌 让所有对音乐有热忱的年轻人去展现这个实力 还有实现自己的广想 那如果让我回到去印尼节目 我是毫不容易地参加这个团队 那你有没有想的话 要成为旅行就参加非常歌手训练班 海螺胜林区域总经理David Kuhn和海螺音乐总监李志青君表示 他们都不想预先设定期望找到的类型 更希望有人能带来惊喜 他们也透露虽然贪心的想要外形与实力兼具的学员 但也鼓励大家勇敢秀出个人才艺 就像曾参与偶像剧高下铁金刚演出的车志力一样 其实也不错 样貌和实力最好的比重 那我就觉得其实除了样貌实力比重以外呢 其实有些仗有特色 比如说我们记者会里面有一个汉子 就是有特色的人 其实我还是强调特色 让人也记得他有重要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其中一个条件 看起来就是一句说 其实还蛮安静的 把你们100分的每个星期拿出来 除了来到那个面试平台 除了四个老师来告诉你 希望他们可以改善你 我们更希望我们去适合我们 你来告诉我们 比如说我们有点想到的这样子 让我们人发展起来 就是没有话 刚刚我们适应的时候 就是有一些价格的地方 其实有些人他们这么唱的 没有怎么样 但是他们是不是有别的才艺 可以来秀给我们看 我们都希望知道你更多的事情 关于你所懂的事情 所以不信 不是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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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推啊